好的 那我们在我旁边的就是来自Sigran的Yabzou 首先来问一下吧 这两场比赛可以说是都比较没有什么悬念 你自己怎么样感觉 恭喜你 这两场比赛非常快 您感觉到这两场比赛如何 我们今天非常相信在我们的方法和我们的方法 和我们的方法和我们的方法 我们已经在这场比赛非常好 我们在这场比赛的时候就非常有自信 对我们自己的战术也非常有自信 我们在败这主一路打上来就把自信打出来了 因为我们也发现了一场比赛 其实Sigran这场比赛 包括阵容选择 包括打法上面 都感觉是准备了有一手的 那还是想问一下败这组打到现在 认为最难打的一场比赛是哪一场 我们确实看到你们在这场比赛的准备 在下方的准备 对你们在这场比赛是哪一场比赛 对你最难打呢 当然是Mineski 他们在这场比赛最难打的 我认为我们在这场比赛 我们现在在这场比赛 我们现在的比赛比赛 因为我们正在下方比赛 我们在下方比赛比赛 我认为我们在这场比赛比赛 我觉得肯定是跟Mineski打的那一场 因为我觉得他们打得非常好 然后我们可能也是最弱的时候 但是整个败者组来的话 我们也是成长了 那么说到败者组的队伍不得不提的就是另外一支大魔王Liquid也是状态越打越好了 比较两支队伍的话你会怎么样去看现在的Liquid 说到下的队伍的话有另一支队伍的话你认为他们的队伍吗 我觉得他们的队伍很相似的队伍 他们在下的队伍学习的队伍很大 他们的队伍就像我们的队伍就像我们 我认为我们的队伍会非常有趣 我觉得他们的状况其实跟我们是差不多的 都有一个动力在败着队伍一直打上去 所以我觉得那场比赛会是非常非常精彩 好 那我们再跳过Liquid再去展望一下 如果说假如他们战胜了Liquid 他们觉得老干爹跟OG的战况会是什么样 如果你们达到Liquid 谁会对LGD或OG 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但我认为可能是LGD 因为它感觉很像昨年 这非常困难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老干爹 因为跟去年一样 虽然两支队伍状态都非常好 但是我觉得老干爹会从去年吸取教训 今年会打得更好 好的 感谢Yapsor 那我们把画面交换给分析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